Hello,大家好,我是阿姚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件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希望能够对你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有所帮助 到底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呢? 这话要从头说起 我做这个视频的频道有一年左右 那么以前呢,我录视频,讲视频 基本上是讲一分钟左右就要卡断了 就是脑子已经不好使了 说不下去,能力有幸 当时呢,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紧急软件 就是东拼西凑,把一段一段给凑起来 那么前段时间呢,进入隔离之后 哎,我想现在反正,现在也是现在 我要努力的出篇 去那种思考,一直是进入思考状态 然后锻炼身体,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我进入了一个非常庄助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偏偏这个久定的网络不好 我定脑不知是设置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死活也领不上网 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紧急软件 我放弃了紧急软件之后呢 我就逼迫我自己 只能逼迫我自己 就是一个视频一进到底 我说十遍,二十遍,三十遍 有的说几秒,或者说一分,两分 从头说,说了二十遍,三十遍 哎,这样说着说着 忽然有一天觉得,我不用说那么多病 我说了十来遍左右,我也能把它说送 也就是说,我明显的觉得自己在进步 但是呢,前段时间呢,这个进步是哪里来的呢 我后来就是这几天做了思考 使我由于非常的庄祝 庄祝于这个做视频 我一直思考,然后没有想其他的东西 但是呢,前几天 我在吃饭的时候 就是看手机 然后就是听那些过得刚才相声啦 听新闻,就是看了新闻 我是并吃饭并看 以前是没有的,就是前十来天是没有 后来这几天 或者是自己已经有一点,怎么说疲惫了 或者说有一点慵懒 但是呢,我觉得 我这样做两三天之后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 就是当我拍视频的时候 我在拍的时候 我说着说着 我注意力不集中 注意力不集中 我又回到了原来的 我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状态 就是说我注意力不集中 我说着说着 我注意力就是飘到别的地方 别的东西进来了 在我装作出视频的时候 别的一些评端进来 我就无法静下心来 说本来已经逻辑解构 已经都在脑子里准备得好好的 都已经是非常清晰的 但是呢,就是说不下去 非常的痛苦 前几天我录视频 一个视频 不管是一分钟的 两分钟的,三分钟 基本上 八九十病 八九十病 一个视频要录八九十病 我深刻的体配到 我想到底是什么东西 影响了我 到底是什么东西影响了我 我思来想去 唯有这件事情 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在看别的东西 我疯神了 这就是 我想到了 《自控力》这本书里 所写的 《自控力》 《意志力》 我现在要加一个 就是注意力 我们的大脑是完全可以训练出来的 我们像处于一个怎么样的状态 我们自己平时就要一直在那么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 这几天 后来我就 装住 我吃饭 就是别的东西都不放 装心吃饭 上厕所 什么都不带 就上厕所 我平时有一个习惯就是 洗澡的时候 喜欢放音乐 手机放音乐 我也不放 就是装住的 你当下该干什么事情 干什么事情 不要干别的事情 现在这个手机 我手机害人不轻 有的朋友 有的人好像 去上厕所 也手机带进去 在那刷刷刷 半个小时 也带进去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现象 和一种习惯 久而久之 你干什么事情 都是好像 没有 没有注意力 不够集中 就是非常分散 人是分散的 不够装住 不够装住于当下 所以说注意力非常的重要 想干好一件事情 注意力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你当 当你装住于当下的时候 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干好 如果当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还在看新闻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既吃不好饭 又看不好新闻 因为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我们在吃饭 我们能品味 我们能够品尝 商城海味吗 最好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我们不装住去细细品尝的话 再好的东西也是垃圾 就算新闻 你看什么东西 如果我们在吃饭 并看那些东西 我们能够吸收它里面的一些思想吗 我们没有自己的思考吗 我觉得不会的 我这段时间在看那个奇葩说 我就有个很深刻的体会 我并看 我总想在他们病人的时候 我要带入我自己的想法 我就是拿到那个病体 如果我来说 我会怎么说 就是当你装住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装住 就是说我们尽量的 当下干什么事情 就只干一件事情 OK 谢谢大家 感谢你们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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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